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我国湖南省新宁县 有一个地方叫浪山 这个浪字属于生辟字 由上面一个山字 下面一个梁字组合而成 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 这个浪字标注的解释只有一个 湖南省地名 这方水土为什么会有一个 唯一它独有的专用字呢 这个浪字又和这方水土有什么关联呢 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 地理中国设置组前往新宁县 进行标查 新宁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 隶属于绍阳市 距绍阳市区138千米 据省会长沙368千米 在新宁县城以南的香跪边界 有一片跌宕起伏的峡谷区 这就是浪山 摄制组到达浪山后 看到在这片峡谷中 山峰奇特 崖地耸地 很多山峰巨石都被人冠以形象的名称 比如 这块形似辣椒的巨石 高约180米 又如 这块名为天生桥的拱形石头 跨度有64米 而更为神奇的是 在群山环抱中 有一处绝壁横空插入云间 绝壁的最窄处只有20多厘米 当地人称之为龙回头 是什么原因让这里的巨石如此奇特呢 这片神奇的山水和写法独特的浪字 又有没有关联呢 在走访中 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 浪字的写法是祖祖辈辈流传至今的 浪字中隐藏着有关浪山山水的玄机 我们这个地方三千水秀 山之两眼 村民告诉记者 关于这个浪字 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 顺帝南巡路过新宁 见这方山水美丽 便脱口而出 山之两者 浪山浪山 于是顺帝就造了这个浪字 梁山为浪 是指当地好山好风光 而关于浪字的形成 记者了解到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浪字和波浪的浪谐音 因而这其中有水的含义 使山河水成就了浪山 也造就了浪字 有关浪字形成的两种说法 哪一种更为准确呢 为了一探究竟 地理中国设置组 邀请了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旅游学院的刘江龙博士 一起来到浪山 试图通过考察 揭开有关浪字的谜团 进而分析浪山的成因 在查阅了浪山的相关资料 及实地查看了浪山的地貌特点后 刘江龙说 浪山峡谷是典型的 丹峡地貌景观 塔芬七一说 要想判别浪字 是否和水有关 首先就要考察 在浪山中是否有水 可是考察队一路走来 并没有发现水的踪迹 就在这时 当地人的一句话 引起了设置组的注意 当地人向设施组介绍啊 说这个浪山地区的最高峰啊 叫做八角寨 在八角寨的山顶 可以看到一个叫做 鲸鱼闹海的景观 听了这个介绍啊 考察的所有的成员都有些兴奋 大家猜想 既然叫鲸鱼闹海 那么就很有可能和水有关系 可是如果真的是水 这个水 又怎么会在高高的山顶上呢 而且为什么只有在早上六点 才能够看到鲸鱼闹海呢 通过查找资料 考察队得知 八角寨海拔八百一十八米 地势险峻 那个被称为龙回头的绝地 就在八角寨 在当地人的指点下 第二天凌晨四点 考察队首先从浪山镇 乘车到达山脚下 之后骑马沿小路上山 这条山路极为狭窄 而且外侧就是悬崖 稍有不慎 人和马就有可能坠入深谷 因而一路上 考察队每个成员都非常紧张 不敢有丝毫大意 在黑暗中前行了几十分钟后 考察队终于到达了八角寨的山顶 大家寻了好久的心 也终于放了下来 可是考察队很快发现 站在八角寨的山顶 大家并没有看到什么奇特的景观 几分钟之后 东方天空开始放白 云雾在巨石崖壁间飞舞游荡 石峰在雾海中露出风间 看上去犹如一群鲸鱼在海中嬉戏 原来当地人所说的鲸鱼闹海 是对山顶浓雾景致的一种比喻 根据眼前的景象 刘江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一个最基本的要素 就是说我们空气中的这个甩气的含量 就比较充足 也就是常说的这个 要达到空气的这个饱和度 刘江龙告诉记者 这些漂浮在石峰顶部的云雾 可以看作是我们寻找的水 可是只有山顶上的这些雾水 还不足以创造出如此优美的丹霞地貌 这些雾水啊 它这个离结成一些小水地 就浮在我们这个崖壁上 这些小水地对它有部分的这个寝室作用 根据刘江龙的分析 鲸鱼闹海是气象景观 与地貌景观的巧妙结合 是空气中的水气 昼夜温差 地形音速等 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说明了这里的空气中的水气含量充足 也进一步证明了浪山有水的说法成立 就在大家决定下山巡水时 山顶的浓雾开始散去 八角寨上一处更为奇特的景观 出现在了摄制组面前 它和考察队先前听说的龙回头极为相似 难道这处绝壁就是著名的龙回头吗 这个多长啊 你看下到这个悬崖 边上一直到那个头 那个头部大概是35米左右 35米左右 35米左右的长度 多宽呢 宽度的话 我们看到那个拽窄的那个部位 它就是不到20公分 不到20公分 对拽窄的那个部位 哎呀 我觉得这一件太可怕了 刘江龙向我们介绍说 浪山的山峰多为颇圆形 可是八角寨却与珠山峰大为不同 它的顶部却似八个翘角向外突出 其中一角就是眼前这插入云边的陡壁 其高度在400米左右 绝壁横空深处50余米 在当地人眼中 这处陡壁就是天际之边 因而老百姓称其为龙回头 看着眼前的景象啊 考察队的成员都感到有些疑惑 在浪山大多数的山峰都是椭圆的 唯独八角寨的这座山的山顶啊 是八角状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这个龙回头怎么会形成如此一个薄薄的山脊呢 在这其中又是否隐藏着浪山形成的秘密呢 刘江龙告诉记者 如果能走到龙回头上面去看看它的岩石结构 以及它周边的地貌景观 也许就会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可是这处绝壁高有几百米 宽度却只有二三十厘米 这地势非常险峻 几乎是无路可走 怎么才能够到达龙回头的上面呢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啊 考察队有了一个发现 考察队发现 就在龙回头顶端的位置 有一个不知何时建起的小庙 摄制组听当地人说 这处绝壁极为险峻 很难有人接近 只有几位擅长攀岩的村民 能够到达龙回头的顶端 这几位村民常年生活在巨石陡壁的大山里 练就了一身攀岩的本领 因而每年他们都会去龙回头烧香许愿 在当地人的指引下 考察队找到了一位擅长攀岩的村民 在得知考察队的想法后 这位村民欣然同意 愿意协助我们进行考察工作 于是摄制组将一个微型摄像头 系在了这位村民的头上 希望通过这位村民头上的摄像头 拍摄到龙回头顶端的岩石结构 以及它周边的地貌景观 为揭开浪山 以及龙回头的行程提供依据 望着这几百米高 二三十厘米宽的崖壁 现场的人员都猜测着 这位勇敢的村民 会用什么方式走过龙回头呢 记者看到 村民走在崖壁的最窄处时 双腿向下 踩向崖壁侧面 一些凹凸不平的石缝 并用手臂攀住了牙体的上部 在村民到达了龙回头的顶端 采集了相关的岩石标本后 这位村民开始反驳 看着他在惊险陡峭的掘壁上 走得如此轻松自如 考察队员无不撑体 十几分钟后 这位勇敢的村民返回了山顶 那么 他会给考察队 带回有关龙回头 什么样的信息呢 在村民返回八角寨山顶后 考察队在第一时间 观看了他在龙回头 拍下的视频资料 只见在画面中 浪山的座座山峰 深深插入谷底 并向近似南北方向 延伸过去 刘江龙说 视频所呈现出的 一道道沟壑 可以归结成 一个网格状的结底分布 而这 正是形成独特的浪山 单家地貌的一个重要因素 平行的有 一二三四五六正五 多条的这个购物 然后就是在他的这一个 六条白白东向的 这个组的 勾着性的方向 就发育了一系列 跟他交叉的 或者是东西向的 或者是白白西向的 就形成了这些 网格状的一些 结理 之后这个流水 对他进行寝室 不断地把这些 缝隙加快纳法 此类就出现了这一些 单独的 一座一座的三方 那么 在浪山这片区域中 为何大多数山体 都是椭圆形 唯独八角寨 这座山的山顶 是八角状的呢 地势险峻的龙回头 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刘江龙 在将村民采集回来的 岩石标本 进行分析后 为记者解开了 这些谜团 主要就是 敲击这个突出的 这个部分的严惩 相对其他 已经悬空的这些部分 他有坚硬的多 真是因为他坚硬 就不容易被风化 被侵蚀掉 周江龙进一步 向记者解释说 在亿万年的地质演变中 八角寨和其他 浪山地区的山峰 曾经都是联为一体的 后来 由于地壳抬升 流水侵蚀 重力崩塌等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 才形成了今日所见的 丹霞地貌景观 而龙回头所在的八角寨 由于独特的地质成因 形成多种不同硬度的 岩石层里 在山体周围 还存在着一些 大小布道的裂隙 这些裂隙部位 由于含硅质成分较少 容易受到风化 久而久之 在亿万年的风雨侵蚀下 就慢慢形成了 八角寨这样的地貌景观 位于八角寨 偏北方向的龙回头 正是岩层 在风化的过程中 经历种种大自然的 机缘巧合之后 留下的孤峰峭壁 通过刘江龙的讲述 大家感受到了 水 是浪山丹霞地貌景观的 形成中 一个最重要 最活跃的因素 可是 一连两天的考察 科考队依然没有 找到水的踪迹 考察队分析 由于水往低处走 在浪山这个 沟壑纵横的区域里 流水应该在 山谷的底部位置 于是 考察队离开了八角寨 向峡谷最低处进发 都说上山容易 下山难 这句话用在浪山 最合适不过了 这里的山虽然都不高 但其山体大多数 浑圆光滑 波度低陡 这让下山着水的路程 非常难走 道路的湿滑和陡峭 让记者已感到 有些力不从心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 艰难行进 考察队来到了 海拔四百多米的位置 刘江龙告诉记者 这里就是浪山峡谷的底部 其周围很可能就有流水 考察队沿着峡谷前行 路越走越窄 这时大家惊喜地发现 一条溪水挡在了前面 刘江龙推断 再向前走 就可以找到流水打到浪山的证据 于是考察队决定 汤水向前行进 此时正值十一月底 浪山虽然地处南方 但深山中已经较为寒冷 当记者的双腿迈进溪水后 顿时感到寒冷刺骨 记者看到 这条溪水相见在一条一米多宽 五六十米高的峡谷中 由于这里人际罕至 前行的道路上布满了苔藓 非常湿滑 沿着溪水前行 峡谷变得越来越窄 水却越来越深 为了避免冰冷的河水 大面地打湿衣服 大家只好依靠彩踏峡谷 两边的岩石攀岩前行 在江南行进大约一百米后 考察队来到了一处稍微平缓的地方 记者向前望去 发现这个峡谷和很多峡谷不同 两边的岩石凹凸不平 成一条美丽的曲线 刘江龙说 这个峡谷叫做水波巷 它之所以会出现这条美丽的曲线 和这里复杂的地窍运动 以及脚下的流水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个峡谷它就对水器切得越切越深 宽度越来越宽 它这个水的话 一方面是峡谷 第二个它就是像这些神性宽的 它在这里面就像里面的这个测试 测试 对 刘江龙告诉记者 在地质演变中 水波巷这里的山体出现了裂隙 由于地窍活动的复杂 让水波巷的裂隙非常独特地张开扭曲 这之后 流水沿着扭曲的裂隙 不断下切侵蚀 最终形成了眼前的水波巷 一个水的一个漩涡 平时就是它一个浮渲 你看它就是甩通的峡谷 这一个箱子就是被流水 寝室出来的一个箱谷 那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沟底 这个水流的多余还非常的明显 刘江龙介绍说 虽然水波巷中吸水的水流算不上很大 但这却是流水创造浪山丹峡地貌的 一个看得见的证据 他推断 在浪山峡谷里 隐藏着很多这样的涓涓细流 他们是浪山峡谷的主要创造者 流水对淡下地方的行情 起到一个直观中热的作用 同时在流水的这个作用下 它就带动了这一个 种地崩塌 崩化 以及生物被证为一系列的外界作用在这个地方 共同作用 才出现了我们浪山的宪热的犯下 刘江龙接着告诉记者 通过在水波巷的考察 他已经找到了浪山峡谷的成因 在亿万年的地质演变中 浪山地区不断抬升 之后 地质运动让这里形成了网格状的裂隙 水波巷就是网格中的一个元素 流水的金石不断将这些裂隙扩宽 在峡谷不断拓宽发育的基础上 逐渐塑造出辣椒峰 天生桥 骆驼峰等自然景观 最终形成了巨石耸立 崖壁陡峭的梁山眉睫 在考察工作结束时 刘江龙说 浪山之行不仅揭开了浪山形成的秘密 已揭开了这里地质环境变迁的历史 浪山峡谷有地窖运动的内力作用 和流水牵蚀等外力作用 共同打造而成 而这种打造仍在进行中 浪山峡谷独特的风景 会伴随着大自然的演变 而不断的变化 在浪山的拍摄工作结束的时候 刘江龙说 人类的产生大概有300万年左右 文字的出现只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但是地球的历史已经有了46亿年了 因而人类不可能是地质景观演变的见证者 有关浪字形成的传说 应该是人们出于对浪山的热爱 在大自然面前发挥了自己的想象 从一个字中找到了山和水对应的元素 对于浪山用水走山来形容非常贴切 其实从人们对浪字的解读当中可以感受到 人类不仅有着对自然山水的情感 还有着对地质演变深深的好奇心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镜业